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都会说他两句 以这个钱财师的身份 三梁教子 又话说 曾俊华 采用了本台的意见 之前就说 蹲波这些叫什么 祸言三代 金蟬脱渴 自己啪啪啪 走买各样 谁还那条债 要蹲波去顶 会不会 不会 但是昨天都分析过 蹲波这些其实才高招 你想他还的吗 不还的嘛 这个其实就是攻击洋人的秘密武器 超厉害 债大就不赖 大智不能倒 你那些洋人不是啊 在这陆债 银债 什么债 物债 波债 马债 赌债 通身债 那么喜欢债呢 给你吃 以前香港的时候 从来都没闻有这个举债各样 但是 曾俊华凭什么出来说 是由曾俊华那个年代 他开始糊涂 走出来才有挨帮的嘛 由他开始债市才开始发展的 就算千批评万批评这个发债 都不应该由他把口说出来 不过不要紧 因为始终你都要有个人 帮靖海侯说话的嘛 好了 曾俊华说到 香港啊 这样搞法 是会借贷到日 债盖债的后果就是由子子孙孙去承手 哪里有那么多子孙孙孙孙 那些人都移民啊 剩下那些就去交债款债息 更何况啦 万一被猫拼拼拼赢了呢 这个是千亿毫赌来的嘛 赌赢了就不用还咯 输完又来赌过 每天啊 敦啊六 长三六 高脚漆啊 还有一个大头鹿 夜三间乱佬趁输到我福 一夜到场啊 内思候 三严悦啊 老啊 两啊 头友 我的钱啊 输完了 真是无手 挨盐探 顶肚人 实在是无牙 人家蹲波以前啊 五毛蚝子就带粉了 大到今時今日貴為這個財政司司長 是多麼勵志的一個故事學理 胡蘇出生都叫中產之家各樣 一生人無風無浪 怎麼像阿貓波那樣捱出來的 甚至乎賴屎在補習社那裡 不是在補習社賴屎 就是賴屎不走 結果難得他有些英文各樣 可以去瑞士介紹說好香港故事 是不是這麼說 這個是多麼勵志窩心的一個故事 所以今時今日帶領香港千億豪島 你又何必悲觀呢 看不到柔志及興的好處 可能賭贏呢 賭贏香港人就翻身的了 一元變一百元 一百元就變一萬元 不懂事 但是胡蘇當然想領工 我之前收起了錢各樣 是不是很聰明啊 聰明什麼啊 他那個財政預算案 不要以為香港人不記得 是在他任內批出的 那些高鐵各樣的東西 那今時今日高鐵是要攤攤腰 又是不是要拿回胡蘇出來拔胡蘇啊 不過不要說他的答案先 說回胡蘇說什麼先 胡蘇說到了 嗯 自問呢 嗯 我都是個簡樂觀的人 我完全不覺得 悲觀到沒有人有啊 Anyway 但是啦 當你見到自己投家 有人認他做老爸嗎 財政狀況每放月下 都別說不擔心 這樣說哦 那是因為他看不到輕的動能而已 輕微的負債 只不過是周期性的 啊 遲下就會變好的啦 某某說的哈 而許正宇都說過了 法債的規模啊 如果以GDP計 啊 好小的 蚊比牛比 無需理會 就只有胡蘇不停走出來炮打司令部啊 胡蘇認為啦 預算案令人 大家最擔憂的就是呢 香港 是要借貸到日 我沒有這樣的憂慮啊 認為啦 香港呢 就不可以 用借錢方式應付日常開支的 為什麼不行啊 你錄卡都是這樣的嘛 錄住先這樣 只要那個息口不貴的就行了 那現在 啊 外國啊 講的那些息最貴最貴 你的那些債券各樣 都是 三厘五厘那樣而已嘛 又不是信用卡那些三十厘 信用卡都用得啦 那些人是不是 那三厘五厘 幹嘛不借得啊 這些叫借貸有道 啦 胡蘇講到 法債呢 如果作為 寫錯字的 你這裏什麼大班機機件呢 大型機件啊 什麼叫大班機機投資項目啊 大型機件項目 嗯 寫錯了這字 就沒有問題的 不過啦 如果年年發債支付日常的 開始 那這債人已經沒心機寫了 開支 甚至債蓋債 擔心香港的荷包呢 不用多久 就會光塘 光塘不要緊的 荷包光塘 可以怎樣啊 荷包光硬化 那就可以用電子錢包 將整個庫房電子化了它 更何況啦 啊 香港 你是可以印港幣的嘛 那萬一港幣不夠洗各樣啊 都可以印人民幣的嘛 人民幣是可以不斷印的嘛 你印人民幣 買回港幣啦 那不就有承托力咯 那你說不是哦 那些美金債來的 有些 還人民幣給他咯 人民幣在國際上是有認受性的嘛 難道那個洋人不收嗎 不收的話就約他喝茶咯 不是 好言相勸咯 人民幣都是幣啊 難道你不收啊 不收什麼都沒有了哦 有人不肯 你可以在內地消費的嘛 胡蘇講到 不少的國家都會發債 支持政府經常的運作 就是經常性開支啊 這個意思就是 預算啦 每年都要給的 例如那些教育開支 醫療開支 你不能切掉它 胡蘇解釋啦 香港呢 地位特別 只是地方的特區 就不可以大量印製這個鈔票 所以其他的做法 不可以和香港相類比 在說法債啊 關印鈔什麼事啊 哦 他有推論的 那如果你不能夠發鈔了 啊 那你沒有那個金錢 支撐著 那個富房空虛 香港的信用評級 啊 必有影響 影響了啦 哦 原來這傢伙 勾結目的 啊 那麼降低香港評級 搞到今時今日這樣的款 胡蘇該當何罪 那 外國經驗啦 為了支付債務利息會怎樣啊 加稅加費呢 陸續有離地說哦 各項的公共服務又會大縮水 啊 這些都會由子子孫孫去承受 那都不要緊的 欸 今天不知明日事啦 子子孫孫去承受 都是十年二十年之後的事 老衛 對酒當歌 人身幾毫啊 今早有酒今早醉啊 但願長醉又不用醒 古來聖賢當然是寂寞啦 所以蹲波原來是聖賢來的哦 五花馬千金球 夫兒將出換美酒啊 大上的波兒就有這些這麼不羈 啊 這麼瀟灑的傲氣 跟香港人一起發債 千億豪賭啊 賭贏了就是好波 那另外啦 對於增加政府收入的方法 就是說 胡蘇那些呢 有破是沒有建設的嘛 那他有沒有一些好竅 胡蘇就講到了啦 自己做著財政司司長的時候呢 都想爆頭啊 想不到有哪些措施啊 會是安樂市 就是無痛分娩 不會帶來極大痛苦那些 但是啦 發現全部措施都不容易實行的說哦 他舉例啦 稅率啊 設兩級制 以及住宅物業呢 一個濾進猜響 兩個做法啊 一年增加的收入 不足二十億 面對千幾億的財赤 這些根本是杯水車身 咦 俗語有運 好的開始 就成功的一半啦嘛 杯水車身啦 那就是發債田騰咯 又是你叫的 之前呢 就鼓勵貓波 大力放血 增加這個政府的 財資 帶動市場經濟 就不要加費加稅各樣 現在貓波什麼都信了你 你又反來將他一軍 哇 這傢伙都算無情無義啊 果然是西洋劍 說到啦 精神分裂啊 這傢伙 現在又說呢 政府應該減低支出 他之前叫人放血的哦 包括了 減低經常開支 有人說我屈他哦 2024年1月21號 哎 我都說的啦 先貓波啊 你又 這麼蠢 中了人計 當時 1月21號啊 曾俊華講到 非加稅的時機 唱支出那裏呢 放血 經濟轉折 零售業 很大鑊的說的 大家還記不記得 又說到啦 不可以鬥便 鬥齊 鬥多 日不溫 日不溫 12個月放櫻花 是不是這些啊 要突顯香港品味 才是出路 快餐車啦 搞快餐車 那時候曾俊華是搞快餐車的 起多條高鐵咯 就是我們參考回曾俊華 以前做財政司司長時候的方法 那有能力 有財政盈餘 是不是這麼說啊 那時候沒有別人外國制裁啊 現在根本啊 不在其位就應該不謀其正的 現在啊 在野啦 就打算顛覆朝政 指手滑腳 破壞政府威信 不過不要緊啦 這些是出名的 白謝偉俊那些軟對抗的嘛 那你說 23條就立了啊 不怕軟對抗就算吧 閹人自閹 根本啊 這些這樣的軟對抗 是毫無辦法 毫無作用的 你不見啦 惡意流標 惡意不保地價 惡意沽出惡意財源 惡意暢淡 惡意中院地產走資 全部沒有處理 有些什麼軟對抗是不可以做的呢 沒有啊 是不是 好啦 胡蘇講到 我翻完舊帳啦 現在 又說了喔 政府應該減低支出喔 之前不是說應該增加支出的嗎 那你算什麼呢 今天的我就打到昨日的我啊 那不要緊要啦 是這樣的啦 你蹲蹲就不是喔 作為財政司司長 你沒得突然間轉口的嘛 說了不加這件稅 不加那件稅 不加那些資本增值稅 就沒得加的啦 即時調轉 市場倒閉都像啊 說實了的嘛 是不是 胡蘇就不是啦 胡蘇叫你搞這件 搞那件 哎 你跟著搞 然後和了 就好像施永青那些 撤辣啦 撤辣可能不行的啊 你有沒有想過啊 嘩 上書大人都算機靈啦 胡蘇講到了 要留意基建項目 這些非經常開支 如果不是 永遠呢 都沒有辦法走出結構性財赤的 意思是 再多一年財赤的時候 就就是說 阿摩波那些基建項目啊 是搞得不好了 你那些北部都會區各樣 不應該搞 那他甚至乎質疑了喔 有為中英聯合聲明 是破壞了基本法啦 那既然破壞了基本法 英國就大條道理啦 是不是 中英聯合聲明裡面的基本法 都遭到你這樣去破壞的時候 就就是你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既然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啦 就很應該遵守回這個南京條約 啊 將這個界限階以南啊 同身這樣劃翻翻 都不要說劃翻翻啦 是你非法佔據 啊 既然非法佔據啦 就應該將些地方還翻給英國人 界限階以北啦 商討 處理 啊 看一下劉業強那些怎樣啦 是不是 那些鄉辛 到時啊 你一說將界限階以南啊 交上去而已啊 給回英國人處理 我保證啊 劉價肯定性 不過界限階以南啊 界限階以北啦 就追隨回共產主義咯 就是什麼啊 我從前問個不朽 你何時跟我走 但你終不回頭 已無所有 我屎老婆溫臭屋 一無所有啊 曾俊華更加威脅啊 就說這個 本港進入結構性財測年代 即將玩完 嘩 沒多久會江堂這樣說啊 就有為 基本法量入圍出的原則 正所謂 羊毛啊 出自羊身上 發債這件事啦 很多都是羊人 羊人啊 羊毛啊 買盡我們的債 是不是 那是呀 香港有Q人買那些銀債陸債嗎 是羊人外資行各樣包銷的 哎 有人這麼傻仔買了啊 你不要說我聽 千萬不要說我聽啊 免得眼淵你有時候有些事 美金定期都五厘息 你就去玩人家那些三厘四厘 我不笑你傻仔笑誰才行的啊 所以 做Friend的事 不要說我知 真是 自己病買 OK 既如是啦 啊 那就只有羊人 去買那些債的而已 既然 只有羊人買那些債啦 羊毛就出自羊人身上 就算債蓋債啊 啊 你破產那些都是MasterCard Visa 那些外國老公司的而已啊 用不怕 找安信兄弟幫到你啊 借錢緊要還 還得好先好借啊啊 那以塔 有兩個啊 可能同這件事就非常之有關係的 好壞的消息 第一個消息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啊 就講到了 港人要有零起點的思維 零起點就是什麼啊 井江山起義啊 頂你個廢 三毛主義啊 啊 又玩這些東西 你玩我那份啊 真是 土改 啊 打土豪分田地 都沒有 打不到多少土豪分 不到多少田地的而已 新世界那傢伙 多嬌醒啊 鄭志剛那些 訂走那些東西 喏 這裏 完全是有為國家的經濟大局觀 新世界 啊 套現80億非核心資產 全面撤立之後啊 竟然不投國家一票啦 啊 或者用腳投票啦 不過投反對票啊 江中四十億點來呢 新世界發展超過四十億元 大概作價啦 就看這個 龔余心那個 指了很久了 不過 華茂啊 不知道是不是 你知道今時今日的啦 華茂被誰控制啊 千億巨額 不是 工人心 都不是 呵 出售啦 這個如景新城商場和停車場 那套現40億元各樣 照道理 新世界是應該買入才是的嘛 怎麼會是賣出的呢 撤立之後賣出 就是連新世界自己都不投國家一票啊 就看不到柔智及兄帶來的 輕的動能的好處啊 好悲觀一下啊 更何況啊 也透露了給人聽 你財政狀況不是很健全啊 是不是高槓桿啊你 那會見完商界 看完這個23條之後呢 過江龍 不是猛龍就不過江嘛 他過江肯定是猛龍來的 猛龍特警隊就說啦 過去的貢獻啊 什麼啊 什麼中文來的 亦不能全等於未來 就是過去有貢獻 不等於你有未來是吧 你有寄語啦 哦 世界變局新形勢下 你不如說回習近平那句啦 搞到我有點不慣啦 在五百年一遇的大變局底下啦 港人是要有靈起點的思維 有更大的團結 香港呢 未來是必然會更好的 不一定的哦 可能陸沉都可以的哦 怎樣啊 死亡北記那裏寫著 香港會更好這樣啊 不好意思啊 如果你在死亡北記那裏寫著 香港會更好的話呢 那他就是認到香港兩個字而已 好啦 這裏 第二個壞消息 明日大雨方面啊 那些基建各樣啊 哎呀 陰公啊 不認不認啊 還須認 寧項好就說啦 因為財政狀況緊張 我第一次說啊 推遲填海 不要推遲填海 我建議立刻填海 就將那些高官各樣 全部丟到海那裏 堆填區 你不要再害人了 是吧 寧項好的傑作啦 除了犯法就是犯法 跟著放生了紅山半島之外呢 人家有錢啦嘛 怎麼跟香港特權階級 有錢就大了的 法律面前 窮人含隱 那以及啦 他又屎口不認 就說北部都會區 交易州 搞搞搞搞搞 搞什麼啊 哈搞 你個燒賣啊 搞 就今會啦 哈 挺有趣 我欣賞他那句啊 政府推遲 交易州 人工島 填海工程 發展局局長寧漢好了 男人名 不過女人身啊 新造地的決心 是沒有變 決心沒有變而已 不代表是會做啊 決心 我有決心 我有決心這個屎啊 希望啦 現屆政府任內呢 就開展工程 即是家超任內還行不行啊 開展到不到啊 又說啦 財政方案呢 不會獨孤一味 阿蜜蝦啊 即是 現在不搞這樣啦 搞另一樣 坐者山望那山 一事無成啊 那以及啦 啊 也借用到社會聲音哦 他說聽到社會有聲音 有擔心 就說有龐大工程呢 要做好融資方案各樣才好開始的 那才能夠令社會放心 啊 令政府呢 有那個公信力 被人認同到的工作審神 所以稍為推遲更好地說哦 C加I加G加X減M啊 在這個政府大頭 減少基建的底下呢 香港的經濟一落千丈 今次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這份 懸崖上崖上的波儀的財政報告預算案呢 現金流報告啊嘛 除了發債 停搞基建 撤辣 啊 各樣東西之外啊 即是這個講一些他有聽 那個講一些也有聽 那本台的聲音有沒有聽過 啊我叫你加工務員人工50%震興士氣 叫你不要衰給人看啊 那些都會區 教義就一定要搞 大搞特搞 啊全部不聽 不過已經預測了是這樣的了 因為 我的預測同我的建議不同的嘛 之前我預測某波是全部那些基建停了 而所謂人要衣裝 佛要金裝啊 啊他這樣這樣黑衣公上身 搞到香港今時今日基建又停啊 投資又停啊 又被人看到你那些發債各樣啊 大嬌啊 啊普通不認識你 你不要 那樣在這裡 他講的嘛 搞到這樣 彈孔那些也是不認識的 哎 金梅 不緊要啦 我們這些炒花生的而已 之前講完了 他不聽的 聽完坊間那些五流軍師意見 那我看看他怎麼死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